我们已经修得九卦至义卦 笋跟义是甚不摔的开始 你看它整体来说看似很平衡三阳三阴 那这种情况就是小的抱腿互相呼应 那又能呼应的话一定是很好的 但是也是小范围的时间长了 遇到外事总要变 所以内部的平衡是不够的 那看这个E好不好 下边雷很积极向上奋进 上边风很顺服 应该是很好的 说利有优往利涉大丑 天使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还是能做大事 而且上面人体察民情 那损伤而易下吗 我们先不看这个卦腰四 讲了这么多卦 是不是可以初步地判断一个卦的鸡胸呢 那么初遥一定是急的 当位又有相应跟六四 所以在这个E的互相搭配的环境下一定是急的 再看乖腰 那可以做大事 但是我初心就很好 我初心就很好 一呀 就想让大家都好 因为我是当位的 我又很积极 开始就很好 当然是这样 那六二呢 集中 又当位 一定更好 还有相应 其不太好 来看卦腰四 那 受到 十个大钱买的归 就是这个礼物很丰厚 不用拒绝 一定是很好的 就好比一个君王享受贡品 谁贡的呢 有初九贡的 还有上边九五赏的 那不是太好了吗 其实稍微还有点瑕疵 因为它成了初九的羊 你前面造福 马上就降福 那给下边还是有压力的 还是坐吃上空的 那整体是非常好的 你要能注意更好 六三 凶 不看也知道凶 因为它不当位 那整个异的环境有相应 虽然不当位 怎么还凶呢 它在三位嘛 三多凶四多凶 所以相对是比较凶的 不看卦腰词 不用细节的 因为有些推敲啊 你看那个古文写的 真的很不容易懂 那我们再想想 起码乾坤 你得搞清楚 或从往事 无成有终 那就是六三嘛 你看 又跟这个相关 其他的挂都可以对应 相关过 所以呢 我这个享受 也不是为了我自己 最终 我自己没有获得 那就乘给上面了 然后给下面了 也不会弹凶 在这个大环境 六四 也是 库囊无咎 我 不是让你国企囊来 中包私囊 而是衬托上面的羊嘛 所以他就是一个中间做事 分为洞 又主强国什么的 那九五呢 一定很好 因为九五当位 他为军 是付出的原刑 到了九五还刚开始都好 那都可见 所以